狗总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走 我送你 走 狗总慢走 喂 王总现在啊 在我家洗漱呢 你呀晚点再打过来呗 你是谁啊 我吗 我当然是王总的女朋友了 你灯个手机干什么 有人给我打电话吗 没有 王总 咱们这次啊 摊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您准备 怎么奖励我呢 你接了我老婆的电话 你跟她说什么 哎呀王总 你这个老婆啊 也太不懂事了 怎么能在工作中给你打电话呢 不过啊 我已经说她了 她不会再打过来了 就要我说啊 一个优秀的男人 身边啊 就得有一个 就得有一个 灯伤 有听话的女人 不像某些人 都已经人老猪黄了 还在拖你后腿 你把血巴给我放干净 我老婆 还能不能被外人在这说三道四 本来就是嘛 这每个成功的男人啊 不都是家里红旗步道 外面采集飘飘的吗 王总 难道 就 体验一次嘛 反正啊 我都已经跟她说了 我是你的女朋友 她要是识相的话 就应该早点退出 这么厚颜无耻的话 你都说得出口了 你以为她退位了 就能轮到你了 有时间呢 多回去找找静子 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嘴脸 我告诉你 任何人都待机不了 我老后 心目中的位置 她需要我 我就陪着 她不开心 我就哄得开心 她饿了 渴了 我给她蹲肠 做手 她不需要我多优秀 她只需要陪着我就行了 这就是你说的福气嘛 我也不希望 我告诉你 福获相遇 你只看到那些男人 外面采集飘飘的笑容 你却没看到 他们被外面女人偷空口袋 妻离子散 我多难看 哎呀王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保证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啊 我一定会让你变成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嗯 王总 反正他都已经知道我是你的女朋友了 那咱们就在一起好不好 嗯好不好 妈 你知道我为什么坑不声音吗 因为你用的手段实在是太 你根本都没送给人 只有我老婆嘛 他就更不会了 因为他完全信任我 我老婆已经看了我足够的幸福 我还不至于去爱岛 要去垃圾同里捡 有品味的男人 是不会轻易接受外面的女人的 那些好的女人 更不会轻易让别人撩 我疯了以后 那些医疗就上高的女人 不是那些男人有本事 而是他们遇到了跟他们一样 随便的 垃圾 王总 你就再给人家一次机会吗 这以后啊 我一定会让你发现我更多的优点的 没有以后 你马上 立马和 我告诉你 跟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人 我爸住个没手 我老婆在家里 你是自己收拾东西呢 还是我替你倒走 年轻鱼 出去换摇 知道了 怎么了老板 你是不是叫李婷 今年28岁 清华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是啊老板 回去收拾东西来趟我办公室 老板 我做错什么了吗 别说了 快点 老板 老板 你先坐 开心吗 开心 我们亲爱的 人家还想再换一个包包 买条项链 还有一件衣服 哎呀买买买 你让你开心 我什么都可以吗 活鬼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哎喂王总 头经理 你现在来一趟我办公室 啊 哎 可我现在没空啊 我我 我现在在外面出馋呢王总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 我限你10分钟之内 马上来我办公室 如果来不了的话 明天也不用来了 还有啊 把你那个女朋友戴上 亲爱的谁呀 这什么老板 今天也不知道超什么风了 那咱俩现在就过去 可是我还没有逛逛呢 下次带着雨逛好吧 好 老板 你怎么给狗经理打电话呢 他本来就不待见我 你这样一来 他可能会把我开除的呀 我上有老人 还有三个上学的孩子 这全家人 就指着我这点工资呢 他要是把我开除了 我可怎么办呀 大姐啊 你先不要着急 等下他来了 我给你坐着 哎呦 王总 你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狗经理啊 我问你 你女朋友是不是叫李婷 今年二十八岁 清华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是啊 王总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小姑娘啊 跟你女朋友同名同学 同一所大学毕业 你告诉我 王总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哈哈哈 这世界上同名同性的人太多了 这成熟小河嘛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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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过三岁小孩啊 赶紧 到底怎么回事 我摸着良心说的 真的是实话呀 王总 那行啊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新品 山药可女 将你女朋友 顾她的专业性 这一块 啊 王总 我这 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 老子现在还没清醒过来呢 要不 我改日给您 单独地上 你怎么不说明年 这 小姑娘 要不 你来讲解一下吧 那行吧 咱们这款山药可根玉米羹呀 它一桶 是足足的一斤装 配料表呢 也十分的干净 有山药 葛根玉米 这三种优质食材 嗯 不错 你介绍的非常详细 这个价格呢 我也很认同 就按你说的吧 高经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王总 我实话是说吧 我女朋友 她确实是 顶替了她的名额 来咱们公司的 她确实也不叫什么 李铁梅 哎 我女朋友啊 她很可怜的 她上大学时候 被学校开除了 我整天我走 实实就是她大游戏 我这不是怕她给荒废了吗 就把她安排在我身边 好学习学习 历练历练嘛 狗经理 你这个后门走的是真高理吗 你女朋友被大学开除了 你就光明正大地 占用别人的名额 她没能力 你替她走 每天坐在办公室 吹着空调 陪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她呢 哎哟 王总 我当时 我没想那么多呀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没想那么多 人家寒窗苦读实际 为了就是找一份好的工作 你女朋友都干了什么 你女朋友 你其实我女朋友 她也很聪明的 她就是有一点好多懒做 哎 你 你就不这样了 以后就让她从基层做起 再给她一次机会 好不好 机会是给她这样的人吗 还有你 身为公司的高管 不算青红皂白 就冒命顶天家的职位 你也收拾东西 可她一共滚蛋 王总 你让她走也就算了 怎么我也要走啊 我 我上游老下游下游 我还有养家糊口呢 我也很可怜 你让我走 你可怜 那她就不可怜了吗 你知不知道 你耽误了人家多少钱 要不是因为你 她怎么能在这里 干最苦最累的活 马上给我冲去 我 滚 哎呀 小姑娘 真是对不起 是我管理的疏忽 让你受到近年的委屈 但是我相信啊 是金子 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 要在这里拖多少年的地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哦对了 我这里啊 有些钱 你先拿着吧 老老板 这钱我可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你现在还有三个孩子 孩子需要上去 那就谢谢老板了 你行了 你啊 回去收收东西 明天啊 带我新的梗味就织 我要做的 你的光 为你散亮